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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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ber 是军刀 B-R-E 当了B-E-R 这样读 美国人直接这样写 Rattle 这个动词 有很多意思 其中一个你听我读多一次你就知道 Rattle 是声音来的 Rattle Snake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条尾会Rattle 会出声 Rattle Trap 就是一个很旧的车 旧到车身轻轻轻轻轻响 Rattle Trap 门窗关门得不好封大的时候 门窗一样会Rattle Sabre 和Rattle 这两个字加起来 就形成了Saber Rattling 这个词语 本来的意思是 你拿着一把军刀在那里抹 真正的意思就是 Threat to Use Force 威胁用武 用中文解释Saber Rattling 大约等于 张牙舞爪 摆出耀武扬威的姿态 中文的张牙舞爪 当然是贬持 英文的Saber Rattling 都是贬持 先排报纸 经常见到Saber Rattling 这个词语 由选择 这个词语 就知道赞告人的立场 Dam是动词 美音的Animal作用 Dam本来的意思是 神将罪人打入永不超生的地獄 日常用Dam 是slang里语 亦都是咒麻语 乘路之下 向人说Dam you 等于我们说去死了 但是Dam是个怪字 有点像我们俗话的鬼死 我们既可以说鬼死那么衰 亦都可以说鬼死那么好 用Dam 我们可以说Dam stupid 或者Dammed stupid 有没有D都是一样的 亦都可以说Dam good 或者Dammed good Dammed或者Dammed 都只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本来Dam算是不雅的 但用得恰当 就没有了不雅的味道 先排有一个美国官员 一表正经 一派斯文地说 我们有全世界最佳的海军 本来他可以这样说 We have the best navy in the world 但他偏偏地说 We have the best dam navy in the world 他用Dam就没有不雅 也没有什么特别意识 即是加强语气的作用 达出了Navy海军 亦都毫不含糊地达出了海军的实力 有些人很不懂情趣 问他们要咖啡或茶 他们说 是但 问他们喜欢吃什么 他们说是但 问他们任何意见 他们的反应都是 是但 那英语是但 怎样说法呢 表达的方式当然很多 即如 Either coffee or tea will do Either coffee or tea will do Will do 当中的do字 等于中文的可以 Anything will do Anything will do 你用单字做回应 Whatever 问你 Coffee or tea 你答 Whatever 问你喜欢看什么戏 Which movie would you like to see 戴下到lethal weapon 你的答案就是 Whatever 常用Whatever做回应的人 哪个感觉就是 You're not interested You're not interested 你表现到的不是客气 又是表现出冷博 形容一个人的书桌 你说他桌上有书 不止一样的 他桌上有书和雜誌 不止两样的 他桌上有书 雜誌和报纸 數數下我们会没那么好气的 会有这样的说法 他桌上有书 雜誌 报纸和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说得好听些 就等于等字 亦都等于俗话的 那些东西 用英语说了 一句句来一下 There were books on his desk There were books and magazines on his desk There were 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on his desk There were books,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whatnot on his desk 最后一句 What not 就是things like that What not 是俗语的名词 年轻一辈的人很喜欢用stuff 这个字 stuff 差不多等于俗话的那些东西 这样用法 There were books and stuff on his desk stuff 一定是单数 美国人流行用or what 你看过的例子有什么意思 有个游客来到香港 惊叹香港先进是个一流城市 他说 Is this a great city or what? 你听到语调 肯定是赞叹语 用回传统语句 他可以这样说 This is a great city 也可以这样说 Is this a great city? 他会变成真正的语句 句句都是赞叹 美国人有流行 这样用的ever 说有个人很生气 说 Was he ever mad? 这句不用的ever 是一样的 Was he mad?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是学会掌握语调 Is this a great city? Was he ever mad? 用的都是问题的结构 但是说出来都是没有问题的语调 如果你这样说 Is this a great city? Was he ever mad? 那会变成真问题 之后这样说 Is this a great city? Was he ever mad? 这才是感叹语